我想领养一个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世界最大的东北虎人工繁育基地 中国恒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的重要园区之一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那每年在这里都会有大批的纯种的性状优良的东北虎幼崽诞生 那今天呢 今年新诞生的猛虎宝宝也首次和游客见面了 那接下来就请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同走进猛虎乐园去认识一下今年的新猛虎宝宝吧 走进猛虎乐园 新虎仔们正在悠闲地晒太阳 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下小虎们的可爱瞬间 目前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产出幼崽17只 首次跟游客见面的共有7只 刚才我在园区里见到的都是很大的老虎 很凶猛 这个小老虎很可爱 它具有那个奶生奶气的那种小动物的感觉 然后还有那种像家里小猫一样温顺的那个 还不太会走路的那种感觉 觉得既可爱又萌 好想领养一个 游客们不仅被小虎们萌化了心 同时也向饲养员和兽医抛出了很多问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下吧 其实在现场能够看到我们的小猛虎在奶爸的旁边 真的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依偎在您的身边 那其实首先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的猛虎它有哪些特点呢 或者是东北虎它最近有哪些特点呢 东北虎是国家一级宝洞 也是现在最大的猛虎洞 它要比其他的老虎亚者往进行更大一些 每年的冬季 11月2月份左右 是这个老虎集中发情交配的季节 完了是 孕期是105天左右 所以说到4 5月份 我们就迎来了这个直虎出生的这个高峰期了 到现在为止呢 咱们小老虎大的已经一个多月了 而且这个成长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成年那个东北虎体型 记录上就载有700斤 咱们这呢1500斤是很正常的 没有600多斤的 它是小老虎这个生长速度也特别快 一个多月左右就能长到7斤 吃肉之后速度会翻倍地去增长 您刚才说到这个吃东西的问题 其实大家也比较好奇 就现在像今天面向游客的是 一个多月的这样的小老虎 他们现在主要是吃什么 他们现在就是说 由这个配方奶粉 逐步过到肉馅了 他们初步的开始进食一点点肉馅 完了随着它就尝到适应能力的 逐步适应 然后那个肉馅的量 再逐渐地增加 直到这吃肉条了 吃小肉块了 最后吃上大块的食物 我们平时在日常照顾的过程当中 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日常照顾老虎也是非常细心 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我们每天都要是不间断地 对老虎进行体温检测 体重检测 而且包括日常的饮食 粪便都需要去静气地查看 而且每一只老虎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 虽然我们及时观察老虎的健康状况 确保把东北虎幼虎健康也给它养大 目前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还有十余只待产的东北虎 未来猛虎们将在这里实现 从奶爸喂养到散放区进行野化训练 猛虎奶爸李大鹏还说 希望通过不断努力 使东北虎种群更壮大 多样性更丰富 实现可持续发展